插播最新畫面 目前您可以看到 這個是柯文哲的坐車 那麼當下其實他剛從 這個連鎮署出來的最新畫面 已經徵訊了超過12小時的時間 那麼您可以看到 他在剛剛已經上了 這一台銀色的鄉行車 準備要前往北檢復訊 我們來看到剛剛的畫面 柯文哲是面無表情的 上了銀色的鄉行車 結束離開這個連鎮署的 最新徵訊超過12小時 那麼這一次是要移往北檢 進行復訊 那麼今天其實從一大早開始 這個檢連就搜索了民眾黨 中央黨部的柯文哲的 主席辦公室 還好包含他的這個 台坡大樓的辦公室等等 那麼今天其實時間 非常非常的長 那麼每一次您可以看到 徵訊已經超過了12小時 可以看到其實柯文哲 顯得是有些疲憊 那麼也跟著其他的維安人員 一同上了銀色的鄉行車 準備要前往這個地檢署 進行復訊 那麼其實在今天 柯文哲的夫婦 他們是在五間的時候 就有搭乘了這個坐車 到連鎮署進行訊問 這個車上全程都是有 辦案人員隨行的 那麼其實也因為這起事件 其實事關重大 民眾黨在今天下午 也立刻啟動了應變的小組 來質疑說這個 檢連是不是有預約這個偵查範圍 那麼現在根據我們了解 其實都一切都還在徹查當中 一切要等到復訊 才知道最後柯文哲是遭到收押 無保請回還是交保 我們東山新聞都持續 在現場為您守候 我們繼續插播最新畫面 在剛剛柯文哲 因為移開了連鎮署 現在已經抵達了北檢 有沒有看到大批的媒體 都在現場守候著柯文哲 想要知道這究竟12小時談了什麼 得到了什麼樣的關鍵證據 那麼這次其實在整個 精華城案當中由於人容積率 被提高到840% 到底柯文哲有沒有收賄 甚至有收錢的情況 那麼這過程當中 其實是有非常多的細節 必須要好好的了解 這一次他列為被告 最後到底會交保無保請回 還是說直接遭到收押 外界也都在關注 現在時間已經是深夜12點40分了 大批媒體依舊守在北檢門口 要了解最新的情況 我們再來看到剛剛稍早的畫面 這個是柯文哲搭乘了銀色的箱型車 從連鎮署下車已經抵達了北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柯文哲有點略顯疲態 非常的疲累 畢竟從早上開始 就被約談超過了12小時 那麼其實也搜索了 包含他的辦公室 那麼以及還有他的台坡大樓的 相關的物證 人證 其實都有遭到鎖定 那麼這一次其實民眾黨也很緊張 畢竟現在是群龍無首情況 今天下午也立刻啟動了 緊急的應變小組 希望能夠了解到整個事實的真相 我們從現場可以看到 這個是柯文哲零星的一些支持分子 拿著整個標語高喊 北要加油 那麼其實他們也很擔心 畢竟柯文哲是代表是 民眾黨的精神 所以在今天晚間 包含挺科跟反科的人士 都站在北檢的門口 高喊支持 或者是希望柯文哲遭到收押 可以看到現場是有點 劍拔弩張的情況 那麼當然警方也不敢大意 立刻就架起了巨馬 就怕衝突一觸即發 那麼現在已經約談 超過12小時的時間了 大家都想要知道 接下來的結果會如何 目前都還在持續的收證當中 以及包含他的太太陳佩琪 也被列為了證人 那麼究竟這次的事件 柯文哲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 關鍵角色 為什麼容積率被提高到840% 這當中殷小微還涉嫌收費了 4700多萬 這當中柯文哲到底有沒有 簽下關鍵的文案 從上對下 要求對方直接點頭提高容積率 這都是檢方需要調查的關鍵 那麼目前現場最近情形 我們先連線給記者 蔡玉珊 好的 直播給觀眾 觀眾持續為您守候在 連鎮署的最新現場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捲入金華城壁案 在稍早的時候 經過超過12個小時的訓問 他坐上連鎮署的坐車 從連鎮署離開 要送到北檢進行覆訓 而回顧整起案件 他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遭到連鎮署進行搜索 他和妻子陳佩琪 是坐上了私家車 被送到連鎮署進行約談 而在晚上的時候 妻子陳佩琪是以證人的身分 被送到北檢覆訓之後 無保請回 接下來前台北市副市長 彭震生夫妻檔 也坐上同一輛連鎮署的坐車 被送到北檢覆訓 而目前壓軸的柯文哲 也被送到北檢覆訓 接下來檢連持續 進行偵查當中 以上是現場最新主播 好 持續鎮署定東森新聞 我是房葉涵 帶您關注今天晚上 最重要的重頭戲 柯文哲到底最後 會遭到請回還是收押呢 這個檢連偵辦金華城案 今天北檢是繽紛 七路搜索約談 柯文哲彭震生夫妻 我們的記者在今天深夜 持續守候在北檢 還有柯文哲的家門口 目前約談最新狀況如何 最近情形 我們先連線記者黃子鳳 好 主播觀眾 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檢署 關注金華城的案件 在這一天有重大進鎮 我們看到現在台北地檢署外頭 包含警方 嚴正以待戒備 以及周邊有很多媒體守著 那麼在門口其實還有 近百民政為官 就是因為等待壓軸覆訓的 柯文哲即將從連鎮署 被送到台北地檢署 而我們此刻持續在守著 柯文哲當等一下就會直接 抵達台北地檢署 並且從門口這邊走進去 我們來講到一整天 從早上七點 北檢八棟搜索 繽紛七路來搜索 那麼約談四人 這一次兩名被告 兩名證人 也就是柯文哲 彭震生 夫妻 那麼柯文哲以及彭震生 他們是時任台北市長跟副市長 列為貪污罪的被告 那麼他們的夫卷分別都是列為證人 稍早從晚上七點四十分 是陳沛琦先送來台北地檢署 附訓 大概兩個小時的應訓 他就以證人身份請回 而當下我們也看到一台車靠近 載走了陳沛琦 而裡頭的駕駛就是黃珊珊 黃珊珊呢 其實我們透過這個車窗 玻璃就可以看到他的臉 他也沒有戴口罩 但是呢 他們都是沒有多做回應的 直到晚上十一點十五分 彭震生夫妻呢 一人被告 一人是證人 他們是被廉政官統一車送來台北地檢署來附訓 那麼進去之後 夫妻呢 都是戴著口罩 同樣也都是沒有多做回應的 而直到現在呢 彭震生夫妻還在裡頭附訓當中 所以稍後會有什麼北檢的強制處分 我們也會持續來關注 而此刻呢 大家正在等著 就是目前啊 柯文哲在廉政署那邊 已經初步應訓完畢 準備呢 待會廉政官就會開車 送他來到台北地檢署附訓 所以說 這一起案件 我們要看到兩名被告 包含柯文哲以及彭震生 他們對這一起案件的牽扯 也要看檢方這邊掌握的市政 因此呢 後續 檢方會不會生涯 或者是交保 或者是吳寶請回 東昇新聞在台北地檢署 被持續帶給觀眾朋友最新消息 好的確大家都在關注 柯文哲最後會被吳寶請回 還是遭到收押呢 我們的記者繽紛多路 除了剛剛守在北檢之外 以及包含我們的葉婷 在柯文哲的家門口 還有我們另外一位記者蔡芸山 也持續守候在廉政署 帶大家關心最新的情況 那麼如今這一次偵辦金華城案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現在被列為貪污被告 目前其實他還在廉政署 接受約談當中 時間已經超過了12小時 目前有任何最新進展嗎 我們先連線記者蔡芸山 好 直播各位觀眾 持續為您守候在廉政署 這邊的最新情形 簡連偵辦金華城案 目前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是被列為貪污罪的被告 他們兩人的妻子 也就是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 還有彭震生的妻子 謝姓妻子 他們兩人是被列為證人的身份 他們四人在今天都被陸續的 送到廉政署來進行約談 而在稍早的時候 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 是最先從廉政署這邊 被送到台北地檢署來復訓 目前也是吳寶請回回家休息了 另外彭震生夫妻檔則是在稍早的時候 坐同一輛車一樣 是從廉政署被送到台北地檢署復訓 目前就剩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作為壓軸 而他自從中午12點送到廉政署 到現在已經超過了12個小時 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 目前簡連都還在偵辦當中 以上是現場最新主播 好 他們這次夫妻檔 柯文哲被列為被告 陳佩琪是列為證人 那麼現在柯文哲的夫人陳佩琪 已經結束了北檢覆訓之後 坐上的是民眾黨立委 黃珊珊的轎車離開 那到底談了什麼呢 陳佩琪訓後是已經被請回了 人現在還沒有回到住家 目前像最新情況 我們先連線記者葉庭 好 記者現在持續守候在的呢 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還有他的夫人陳佩琪 位在信義路上的住家 被守候在這裡呢 主要就是因為稍早的時候呢 陳佩琪是結束了台北地檢署 長達兩個半小時的附訓 那最後呢 是由民眾黨的立委黃珊珊 是親自駕車來把陳佩琪給載走 但是呢 面對相關的提問呢 陳佩琪是不發異語就上車離開 但是呢 外界也猜測了 現在陳佩琪到底人去哪裡了 是不是有回到他的住家呢 但現在記者呢 是守候在這邊 此時此刻呢 其實陳佩琪是人 目前還沒有回到這個住家的 那其實說到了 其實陳佩琪呢 還有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呢 在週五的時候呢 是被廉政署呢 給帶回去來約談這個 京華城的相關的爭議 那其實一直到了晚上的七點 四十分左右的時候呢 陳佩琪是以證人的身份呢 是來到台北地檢署來進行復訓 而時間呢 是長達兩個半小時呢 人才離開這個台北地檢署 但是其實為什麼陳佩琪 在這個京華城案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呢 因為呢 其實之前柯文哲呢 他有在節目上 或是說常常受返的時候 就有提到說 他在結婚之後呢 就要把存折 還有帳戶啊 還有印章等等的呢 都是交由陳佩琪來保管 因此呢 也會相當了解 柯文哲的這個金流 還有這個財務的一個情況 也因此呢 在這集的案件當中呢 陳佩琪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一個角色呢 也是外界相當關注的焦點 以上是這一集消息 怎麼先進頭要交換給彭內主播 好 確實現在的柯文哲 他聲線五大弊案 那麼這次的關鍵 就是京華城的容積率弊案 已經經過了最後關鍵 到底錢有沒有進到 柯文哲的口袋 他目前和前台北市的副市長 彭正生都被列為貪污罪的被告 剛剛有談到 他的太太是列為證人 今天一早呢 其實 簡連是繽紛了七路 花了四個多小時 搜索了柯文哲的台北住家 並且將他帶到廉政署 開始馬拉松市的徵訊 不過他立刻面對記者的時候 是高度喊話 他沒有任何的錯 他也認為執政黨為什麼 可以憑任何的證據來將他訓問 那麼現在警方也很擔心 由於現在柯文哲不斷的 在向支持者喊話 所以警方也擔心 小草門會出來抗議 所以今天一整天 都在北檢還有廉政署展開部署 經過四點五個小時 住家被搜索 柯文哲出來有話要說 柯文哲不顧檢方阻攔直議發表談話 我非常擔當我知道我沒有問題 我也希望執政當局要清楚的說明 他今天是有什麼證據 要做這個動作就這樣 簡短講了一分鐘 隨後和妻子一起搭上自家車 跟著公務車下一站連政署 檢連偵辦京華城容積率避案 30號再度閃電出擊 包括柯文哲和前台北市副市長 彭正生被列為貪污罪被告 柯文哲妻子陳佩琪和另一人 則被列為證人 30號一早簡聯繽紛七路 持搜索票包括柯文哲 彭正生住家和辦公室 但回顧搜索行動 一開始在柯家不太順利 早在6點20分簡聯人車就到 但當時按門鈴沒人印 搜索行動一度受阻 直到7點半簡聯又回來 才進屋開始搜 一路到中午11點50分結束 柯文哲離開 12點08分抵達連政署 開始馬拉松市訓問 柯文哲人一到 小草們也在網路上號召挺科 但有人響應現場卻沒有人影 警方依舊不敢大意 在連政署和北檢外部署警力 預計到偵訊結束撤離 隨著柯文哲被約談 金華純貪污案將拼上最後一塊拼圖 東森新聞社會中心在台北報導 好 不過就在北檢兵分欺落 這一段時間 其實就燒出了很多的案外案 主要是因為在檢聯搜索 柯文哲住所期間 傳出了各式各樣的風聲 像是有很多媒體人 都開始出面爆料 例如檢聯單位搜索過程當中 是有一度受阻的 傳出說在搜索過程當中 不僅柯文哲的電話是打不通的 包含這個案電鈴也沒人回應 甚至要去搜索柯辦的時候 黃珊珊還沒帶鑰匙 那麼現在媒體人周玉寇就加碼爆料 說柯文哲除了威脅了 檢聯人員之外 甚至早就安排好 下週就要飛往美國 她是為了要躲避她的政治風暴嗎 還加碼爆料太太陳佩琪會提前啟程 不過對於種種的指控 民眾黨是全面否認 依照檢察官帶隊抵達柯文哲家門口 要入內搜索 但過程卻一度受阻 最終是有人從裡面幫忙開門 檢聯單位才得以順利進入 但在柯文哲出面之前 各種風聲可以說是滿天飛 傳出一早6點多 檢聯單位就嘗試打電話按電鈴 但都聯絡不上柯文哲 因此柯文哲被質疑 早就知道檢聯會找上門 怕從大門被帶走有損顏面 所以先出門必封頭 但事後民眾黨證實 柯文哲其實一直都在家 媒體人周玉寇就爆料 柯文哲預計9月2號就會前往美國 而他的妻子陳佩琪則是8月31號 就會先飛往美國 周玉寇甚至說 柯文哲被帶走時還威脅緊聯人員 這樣做會釀成政治風暴 對此民眾黨發言人吳怡軒表示 不知道周玉寇是哪裡偷聽來的消息 柯文哲是9月21號才有可能 會到美國參加國防論壇 這個三個月的請假這個主席似乎要 有心理準備要全力對抗這個金華城 我相信他應該也是收到很多的風 今天檢調去他家 他也一個多小時的詞也沒有出來 但周玉寇也再次回擊 陳佩琪原定30號晚間就要帶小孩飛往美國 甚至說民眾黨的發言人是一邊罵人 一邊證實課問者準備前往美國的事實 也許就是時間點太過巧合才會引起外界質疑 畢竟應小微也被證實 在被簡聯約談前一天才想飛往香港 如今進化成關鍵人物一一到齊 是否有意逃亡 阻查 簡聯也已經做好 萬全準備 東三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的確這次金華城的容積率的弊案 其實牽扯人越來越多 主要是因為逐漸收押被約談人 咬出了柯文哲的關係 那麼這次簡聯約談的對象 當然不僅柯文哲 彭振生 總共有兩名被告 兩名證人 那麼也包含的是陳佩琪 還有彭振生的太太 那麼現在這位謝姓妻子 也正在被約談當中 他同樣被列為證人 等同於是什麼 前台北市的正副市長的夫婦 全部都因為這個弊案遭到約談 前生第一天 印章存折就交給太太 所以對前頭是很沒有概念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曾在公開場合喊出 因為自己都在忙工作 因此家裡大小事包含錢財 都是妻子陳佩琪在處理 如今隨著簡聯大動作搜索 陳佩琪卻也跟著被約談 就讓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尤淑慧表示感到相當驚訝 談言極大可能是簡聯在調查過程中 發現陳佩琪也扮演整起案件的關鍵角色 金華城案追至現今假账案爆發以來 陳佩琪速度發文為先生抱不平 讓自己也被捲入弊案風暴中 而簡聯30號共傳喚兩位被告兩位證人 這第二位神秘證人身份曝光 就是彭震生的謝系棋子 彭震生的夫人呢 因為我們比較少接觸 因為他們住在高雄 所以我們比較不了解 但是陳佩琪的話呢 那麼很容易理解 柯文哲他們家中的所有的 台風阿全都是由陳佩琪來支配 其人的部分 柯文哲除了自己了解之外 陳佩琪應該知道很多 首善之都前任政府市長夫婦 全都遭到檢調約談調查 而比起陳佩琪常在媒體曝光 彭震生的謝姓妻子身份相對低調 明罪分析 陳慶金和政府市長的關係 恐怕不是泛泛之交 不然不會牽扯到兩位夫人 可能會往上面發展 計劃成榮基奖励 暴增種種爭議 持續延燒 減掉拼湊 關鍵市政 全力追棄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 綜合報導 好 柯文哲這次在訓前 其實不斷很嗆 他認為這個執政黨 是沒有任何的證據的 他認為他坦當當沒有問題 那麼也希望他們提出證據 但是其實檢方 是有掌握證據的 怎麼說呢 這次他被列為貪污 不圖利罪的被告最大主因 就是因為簡連掌握了關鍵事證 有人咬出了柯文哲 早在8月12號的時候 前北市的副局長 其實他當時被約談 他就指說放寬容積率 是柯文哲本人親自攪拌的 這當中甚至有一份 寫著這個鳳交夏的公文 也就是說他懷疑 柯文哲利用植物之辯 以上指使夏的方式來涉案 精華城案當中 儘管查出有人涉嫌收賄 很行賄 不過最後能讓土地融解率 達到840% 拍板地愛的人就是柯文哲 簡連當然不會放過 這最後一塊拼圖 簡連大動作辦了柯文哲 將他以貪污土利罪 以被告身分約談 最大原因就是有人咬出柯文哲 問他有沒有什麼話想說 要想說嗎 你會覺得委屈嗎 小心… 8月12號前台北市副製長 彭震生被約談 說自己是被柯文哲交辦 要求組成專案小組會議 而且認為金華城 使用的都市更新條例 其實不妥 因此拒簽公文 決策中柯文哲親下指導期 一次交辦兩次親簽公文 三次會議指示 讓容積率達到史上最高 起初市府態度堅持只給560%的容積率 卻突然同意標高到840% 其中一份公文直接寫著 奉交下 是否柯文哲利用職權上對下 成為涉案關鍵 簡連分析金流查出異常交易 維京集團主席省慶金 也是因改建容積率受阻 行賄4740萬 找上市議員應小威遊說 利用便當會提出成型 在私下對公務員施壓 達到目標 金華城案風暴擴大 被告除了遭羈押的 應小威和選慶金 還有交保出去的助理男友 王尊坎 以及金華城董事長陳玉坤 是否有人咬出柯文哲 讓檢方掌握證據 火速約談 這千萬款項 有沒有進到柯文哲口袋 現在答案即將揭曉 東三圈盧品的姚庭 台北報導 好 畢竟柯文哲 有非常多的支持者 他到北姐偵訊的時候 現場警方架起了巨馬 嚴防爆發激烈衝突 當然也包含零星艇科 還有反客人士都來到現場 雙方其實在今天是隔空互嗆 而網紅四叉貓 也立刻抵達北姐要看熱鬧 他高呼 這是見證 歷史時刻 台北地檢署外亂轟轟 挺科 反科 兩派人馬互相叫囂互嗆 誰也不讓誰 警方趕緊把雙方拉開 就怕唱面繼續失控 不要人… 現場聚集民眾揮舞抗議標語 而陳佩奇一出現 再度讓現場陷入混亂 陳佩奇一出北檢 黃珊珊隨即接應快閃離開 而網紅四叉貓流雨也抵達現場 早上看完有死有送 早上有拍到晚上也要拍到 在人見證歷史的一刻 說是要見證歷史 但這話說得有夠酸 全程在北檢外頭 要迎接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北檢外頭為了防止民眾發生衝突 現場架設起巨馬 警方繃緊神經嚴防 就怕雙方衝突一觸即發 東三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早上